就是自定函数部分 刚刚我有demo过 如果说你将来呢 你希望产生一个 所谓的自定函数 那个自定函数呢 就是当你怎么样呢? 当你在这个地方 插入函数的时候 能够有多一个就是 你自己定义出来的函数 不过目前我没有 为什么?因为没有方选 除非说呢 我们现在已经 插入一个自定函数 就是方选 这个地方就会多一个使用者定义 那你自己定义出来的函数 才会看到 那怎么做? 那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当我产生那个叫手机函数 然后呢 就会使用者三个问题 哪三个问题? 你给我一二三 那他也给你了,你就接收到了 接收到之后做什么呢? 就把他要的手机号码 自动返还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 制定函数写出来 所以接下来看一下 制定函数怎么做? 一,一样切到Visual Basic Step一 Step二就是说呢 一样在哪里呢? 一样在这个地方 插入一个程序 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呢 请记得形态 有没有? 请你把Sub按钮 改成叫Function OK 然后呢 名称的话呢 你就取一个名称给他 叫什么名称? 我叫手机好了 反正这个名称自己取的 你取英文 取中文都没有关系 那我叫手机函数 OK 那这个手机函数呢 就是自定的函数 自定的Function Function就是函数 所以哦 如果假设以后你的 你的电脑里 你的那个 一程序里面没有这个函数 那你可以自己把它变出来 那怎么变哦 OK 第一个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产生一个 叫做Public 特别注意哦 跟刚刚的最大不一样 就是说 原来是Sub 现在叫Function 那后面有个手机 And function 大概这样子 OK 那二的话 特别注意哦 因为Function跟Sub 最大不一样是 Sub 有点像是线性的 反正做完 它也不会告诉你 反正就做完了 那Function是什么样呢 Function是互动的 互动是 我们要一起完成 我们一起完成 这个最后的结果 所以呢 Function会一直问你问题 所以它问你三个问题 那你给它三个东西 它会把结果丢回来给你 丢回来给你之后的话 会放到那边去哦 所以特别重要 Function是互动的哦 Sub是不互动的哦 OK 所以这点可能比较不一样 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第一个Function 它会跟使用者要三个 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呢 就是 电信业者 门号 什么 门号的区码 门号末码 特别注意哦 你要把这三个 放在刮壶里面 这个刮壶呢 主要就是说 会跟使用者要一些东西的引述 引述 引述的意思说 跟它要资料的地方 所以我们特别重要 第一个先插入Function 叫手机 第二个在刮壶里面 放三个 就这三个 因为要打这三个字 比较麻烦 所以我偷懒一下 把这三个选起来 Ctrl C C 之后再切回到Visual Basic 然后呢 把这三个东西 贴到这个刮壶里面 并且把它变逗点 就对了 中间加逗点 那因为它贴上之后 换行 所以把换行拿回来 然后把中间的分隔 改成逗点 OK 所以一个逗点呢 指的就是 中间 第一个引述 第二个引述 第三个引述 好 这个时候它会透过引述 丢资料给你 那丢资料给你的话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规则就是说 他最后会 我要把最后的结果 丢给谁 丢给自己本身 所以特别注意 接下来就是把 自己本身 有没有 方悬的名称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要那个结果 我要那个结果 就是09 一样 有没有 09 其实就跟上面那个一样 and 什么呢 接下来我要的是 把那个09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串接电信业的 所以 特别注意哦 刚刚sub是自己去抓 那 方悬不一样 方悬因为使用者会给你 所以你就怎么样 把它给你的这个引述 怎么样 把这个引述 把它放到这个and的后面 ctrl键按住 有没有 09 他给你的电信业 所以他选这个嘛 他就是 他选的时候呢 会用 把这个值 会先暂存到电信业则里面 那电信业则里面呢 你再传到 这边来 跟09 串在一起 091就出来了 那后面规则一样 那后面的话呢 一样是and 空一格 and 什么呢 一个简的符号 然后空一格 再and 把那个 门号区码做format 所以呢 一样format 所以基本上呢 跟上面那个规则还蛮像的 差别只是说 上面是去抓 储存格的位置 下面是说 因为使用者给你 所以你就format 什么呢 他给你一个门号区码 所以你就把这个门号区码 放在这边 然后豆点 一样是 00 然后 后双引号 后刮弧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门号区码 也格式化成三码 那最后还有个门号末码 其实规则一样 所以把这个 再复制贴过来 Ctrl C 把这边改成什么 门号末码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 他给我这个 电信业者 我放过来 然后再一个 简的符号 再把那个 门号末码 因为它84 那为了我 这个地方 要变成三码 所以一样 外面包一个format 把它格式化成三码 然后再一个简的符号 因为 这个后面这一段 跟前面这一段一样 所以我其实后面这一段 是可以复制 改个末码就好了 其他都一样 因为看得懂这个意思 尽量回去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要从头自己打到尾 你不要复制贴上 就算了 最重要是你要自己打出来 以后的话 我们会做 越来越复杂的应用 所以你前面这不熟 后面更惨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试一下 因为呢 我已经做好了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游标 放在这边 插入一个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使用者定义 出来了 有没有 手机也出来了 所以只要叫方选的 就会出现哦 特别说 插入型态一定要改方 因为之前的同学 忘了改 直接说sub 啊 这边就没有 因为sub 不会出现 只有它叫方选 才会出现 好 记得不要做错了 反正只要步骤没错 我讲过固定的sop 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东西已经做了 可能不下千遍万遍了 这个课 我已经上了 N年的课了 反正就这样了 你就知道 因为我大概 大家的情况 每个同学会做错的地方 大概都已经 差不多 状况都差不多 不过前提就是一定要熟 还要回去 如果你没有练习 真的会慢慢会 跟其他同学会越离越遥远 然后你会慢慢会 越学越虚 心会越来越虚 因为你回去都没练习 回去记得要花时间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电信业者 他会跟你要一个东西 那你就给他东西 然后这个跟他要一个东西 给他 那这个也是要一个东西 所以他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三个东西 放在刮壶里面 然后那个刮壶里面 就会放这三个资料 这三个资料 再跟那个什么呢 09 然后串串串 一个format 串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结果 丢给谁呢 丢给那个手机自己本身 那手机自己本身就收到 那因为你现在储存格 游标是放这里 所以他会把这个东西 就是 Function最后的结果 再返还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呢你会看到 最后按确定之后 他就把这个结果 丢到储存格里面去了 结果就看到了 就按确定哦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你这个结果 没有错误的话 按确定 应该就OK了 那差别是说呢 刚刚我们按下去 他全部跑完 可是现在你 Function只会跑一个 剩下你可能要自己 什么 点两下 他就会自动填满 OK 所以Function呢 基本上 自定函数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困难 只是说你要知道整个流程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刚刚讲过了 他有个缺点 就是说需要有1 2 3 要三个栏位 那以后如果你要串接 可能不止三个 可能10个 20个 那你岂不是要 哇一堆的引数 要选一堆的东西 所以我刚刚讲过 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可以不要选三次 我只要刷一下 刷卡 刷一下 这样都OK了 流程简化太多了 那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完成这个 待会我们再来讲 就是用刷的方式 一次带三个过去 OK 那程式部分的话 云端上也有了 就是这一段 程式并不多 就这个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